中共病毒疫情爆發後 中共不斷出台規定 被中國人回國造成障礙 今年3月中共民航局出台的5.1政策 更是令華人回家之路變得艱難 直至目前 還有很多華人滯留在海外 無法回國 大紀元獲得河北恆水市顧成縣 疫情防止辦在今年4月9日 向恆水市疫情防止辦外事服務組作出的 《關於對境外欲回國中國籍人員勸道工作情況的回報》 文件披露 顧成防止辦全力以赴做好境外人員欲回國勸道工作 及時安排抹清境外停留人員的底數 警察 顧成縣在境外停留有5,244人 文件說 及時掌握近期是否有回國意願和健康狀況 對於有意向反顧的人員提前進行干預 同時中共當局還勸道中國人不要反話 文件透露 2月29日以來 有意願入境回國的有51人 經所謂的勸道 有8個人主動放棄了回國意願 並說 工作人員主要採取聆聽、分析、勸道、提醒等方式進行溝通 文件還提到 成功案例如南湖現代城小區 一共有境外人員16人 其中有入境回國意願的10人 經過分包單位勸道 現在有6人放棄回國 不過文件也承認民眾不相信中共在溝通中存在的困難主要有3點 其中第二點是 有些欲回國的人員對工作人員不信任 此外 大紀元獲得滄州市、滄州政府辦公室 今年6月5日的文件 同樣勸了華人不要回國 文件洩露 經過宣廣說服 有52人放棄回國的想法 在疫情之下 中共以抗疫之名 利用公安大數據、聯合多部門 對全民進行監控 同時 中共還利用微信等方式 緊釘海外華人 在大紀元穆德滄州市清遠的 《關於境外務工人員疫情防控工作》的報告中洩漏 清遠公安局、指揮情報中心疫情防控期間 帶頭疫情防控辦和數據專班工作 建立境外人員信息採集台帳 同時 當局通過微信、電話等渠道 和勞務人員保持緊密聯繫 及時掌握他的工作進展 和入境意願 勸導他盡量留在當地 大紀元還獲得 倉州市運河區政府6月2日的《關於加強我區境外務工人員疫情防控工作》的報告 披露了當局要求將海外華人找到當地 文件說 這是按照上級 《穩住人心》 《穩在當地》的所謂工作方針 進行安排的部署 在倉州市 《吳橋縣關於境外務工人員疫情防控工作》的報告中 也披露了當局的嚴密監控措施 有市政評論人員分析說 河北各地遠級部門內部文件都在勸阻中國人回國 可見中共是大範圍內實施這樣的措施 然而 在發生天災人禍的時候 大多數國家都會積極撤僑 由於中共隱瞞疫情 造成全球災難 現在中共反而制定諸多政策 阻止各人回國 世界上除了中共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這樣做的 從中也可以見到中共的無恥 在 no邊 無恥 有居 有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